那和現在焦點當然都新天地教會啊 他這次是不是可能被滅教了 然後他昨天教主這個出來 兩度這個鞠躬謝罪的時候 跪地謝罪 那時候大家其實都歪樓了 注意到的是他旁邊那個嫩妹祕書 這個什麼狀況 他的狀況是這樣 先講說你剛剛講說 有沒有可能被滅教 現在看起來呢 他們並不希望被滅教 所以呢 在他們新天地教會的官網上面 還在主動澄清說 你們外界對我們的攻擊都是謠言 第二個 為什麼那麼多人注意到 就是說他那個教主後面有正妹 然後那是因為這個教派的特色 就是專門在針對吸收年輕人 等一下我們會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最希望吸收跟傳教的對象是什麼 所以我們看到這次在南韓 他的傳染這麼快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新天地教會 被當作是邪教 他們傳教的方式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新天地教會 除了他們自己在這個傳教的過程裡面 大家都非常密集之外 他們裡面有個特色 都告訴他們的教徒 不要讓家人知道你信的是新天地教派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會告訴你說 當你一講了之後呢 你的父母家人可能會阻撓你 那是撒旦對你的考驗 所以你千萬不能講 然後在我們這個新天地教會裡面呢 教主具有永生不死的能力 你只要跟著信的教主 你也有永生不死的能力 但是你不要告訴你爸媽 所以這個教派呢 他把自己的特色塑造得非常的詭異 然後很多人就會好奇嘛 那他的錢從哪裡來 他的錢 第一個 對於你只要是來入教的 他就會要求你呢 要買他的周邊的一些東西 甚至連保險他都有要賣給你 連保險都有 所以才有人說 那你這個新天地教派怎麼搞得 好像直銷跟保險一樣 然後第二個 他們會要求你這些信徒呢 要主動到外面去傳教去拉下線 那你要拉下一個信徒進來 你如果不拉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要被處罰 所以呢 他們有規定 如果你一年都沒有到外面 再拉任何一個新的信徒進來的話 你要被處罰110萬韓元 折合臺幣大概是兩萬多塊 但你會問說 那罰的錢去哪裡了 這時候教主告訴你說 我們這些罰還呢 我們的這個罰款呢 都是給這個拉信徒成績最好的前三名 結果你發現這分配的怪怪的 為什麼呢 第三名拿的金額不到一百萬韓元 第二名拿到的金額也不到一百萬韓元 可是你每一個都是罰他110萬韓元 那錢去哪裡了 錢都給了第一名 第一名是誰呢 就是教主自己嘛 所以錢到最後都是給他的教主自己身上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教派的經營呢 他有很多部分 當然讓人家覺得非常的詭異 那然後也就是因為他的這個特性 所以讓他的傳播呢變得非常的廣 但是為什麼他們會影響這麼大呢 我告訴你這個教派呢 有一個很特殊的方式叫做 秋收人制度 什麼叫秋收人制度呢 秋收人叫做秋天收成的人嘛 那這秋收人是幹嘛呢 因為他們會派人到其他的宗教去幹臥底的事情 就是像間諜一樣 我把他派到其他的教會教派裡面去的時候呢 去的時候臥底還要臥得很認真喔 你要認真的服飾 認真的往上爬 然後這個人當他已經在某教派裡面呢 成為了長老階級了之後呢 他要開始幹嘛 做秋收的工作 就是做窩裡板啊 你在裡面呢 幫忙把一票 相信你的那些教派的信徒 帶到新天地教派來 那你就是大功一見 這個叫秋收人 好 那請問秋收人制度跟疫情有什麼關係 關係可大的 就是因為這些秋收人都是臥底的身份 所以他們都不能告訴你我是臥底 我只要一講了我的身份就曝光了 所以這一些 你看喔 新天地教派被韓國政府點名的時候呢 他們不是先交了一份信徒名單上去嗎 但上面不會有秋收人的名單啊 這些秋收人都握底在其他的教派裡面啊 所以他造成韓國政府一個很大的挑戰是 你掌握不了這些秋收人 你不知道他們的感染會帶到哪裡去 因為他根本不在你的信徒名單上面 所以這個新天地教派独有的秋收人制度呢 反而變成是一個韓國政府一個疫情的破口 最後我們講一下這個新天地教派的教主 他叫李萬希 他不是出來跟大家下跪嗎 那你知道他自己的發跡過程 本身就是一整個很離奇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侵占別人的教派 那為己有在發揚光大 什麼意思呢 這個李萬希呢 他本來加入的宗教的教派呢 是一個叫做帳目聖殿教 也是打著基督教派 但也是異端的另外一支 那這個帳目聖殿教 李萬希加入了之後呢 哇他一開始視為是他的恩人跟師父的 一個叫做柳在烈 是他們的教派的領導者 那當時這個教派領導者呢 除了柳在烈之外 還有一個叫百萬豐的 但你想想看 李萬希在幹什麼事情 他想往上爬 往上爬的方式是幹嘛 他找了一個女信徒來挑撥柳在烈跟百萬豐 兩個宗教領導者之間的關係 讓他們兩個呢 開始互鬥互鬥了之後呢 這個這個教主李萬希 我們在當時呢 他就跟著這另外一支 另外一個人叫百萬豐合作 把這個柳在烈呢 告上法院 說他騙了他的財產 說他是宗教騙子 害他的那個財產都被騙走了 導致這個柳在烈呢 坐牢坐了四年 結果你知道這四年發生什麼事嗎 這四年呢 李萬希就把他的資產 慢慢的洗到自己名下來 完全去佔據了這個 藏目聖殿派的相關的資產 佔據下來 他是不是有個基地 有了基地呢 他就開始發揚光大 宣稱自己是耶穌轉世 然後說他所告訴你的 都是聖經文字裡面 你看不到的內幕 只有因為他是耶穌轉世 所以內幕只有他看得到 他就是用這種方式呢 在進行他的傳教 但到最後他傳教的方式 也就是因為他有太多離奇的狀況 他反而在這次韓國疫情裡面 造成這麼重大的影響 而且聽說他的生活也蠻亂的嘛 他的生活是這樣 他之前曾經因為性侵少女的關係 被人家打斷腿 但是這個事情 不知道是不是讓李萬希 學到經驗 什麼叫經驗呢 他後來對於他喜歡的對象 因為這是他曾經交往過一個對象 叫金南希自己出來爆料的 這個金南希怎麼說 他說呢 當時呢 他是有老公的人喔 也是有小孩的人喔 可是李萬希主動來找上他 然後跟他說 我們兩個是要注定在一起的人 那這個金南希呢 當然想說 我有老公有小孩 這樣可以嗎 結果這個當然不可以 當然不可以 但李萬希怎麼跟他講 李萬希跟他說 你只有跟我在一起 你才會永生不死 然後當李萬希在講這句話的時候呢 旁邊正坐著李萬希的老婆耶 那金南希當然就問李萬希說 那你老婆怎麼辦 李萬希就跟他說 他是上天派來照顧我的老媽子 所以他不是我真正的老婆 我的婚姻對象是你 這種話你就想想看 又這種話 結果金南希後來真的 離婚然後跟他在一起 在一起之後呢 更離譜的是什麼 這個李萬希呢 因為很想要跟他生自己的小孩 那他怎麼告訴金南希 他就跟金南希說 他說你一定要幫我生個小孩 因為我們生下來的小孩叫做天種 天種就是老天的小孩 因為我是耶穌傳世 然後金南希就覺得很匪夷所思 怎麼可能會有這樣的事情 然後到最後因為這兩個人 因為錢的關係翻臉了 金南希就把這些事情 通通都抖出來爆料給媒體知道 那你想說他爆料給媒體知道 對於李萬希這個教主來講 跟他最好以後保持距離 大家就不要再聯絡了 你知道這兩年發生什麼最新的事情嗎 竟然傳出一份李萬希寫給 剛剛那一位金南希的情書 說想要跟他重新在一起 所以你就會發現這個教派 從頭到尾都讓你覺得一整個非常的匪夷所思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的匪夷所思 他們的教派發展默默的呢 連南韓都有主管疫情的衛生官員加入這個教派 天啊 所以變成他們傳教過程 即便有你覺得跟防疫有關的 他們的官員都默默的把他喀下來 最後造成疫情的大破口 不過這教主都這麼離譜 還有信心前科 如果這些教徒信他的話 真的發生疫情的時候 真的會乖乖聽話喔